摆摊又不让我去摆 给你们听一下我老公发过来的语音 一看了还有一张在那个花台 中那个花旁边有一张 两张的哈 到时候中午十两个 你给他送过去 四公里哈这个位置 到了你给他打电话 他让我去这里给你们看一下 他让我去这个四公里派出所 然后到了打这个电话 他让我去送两张发票 去看一下发票在哪里 在这里两张发票 外面的太阳好大呀 现在是四点半的样子 我要准备去接我们大宝放学了 这是我给他做的寿司 看一下用模具做的 这两天不是在学做寿司吗 然后每天都是让我的大宝当四次元 每天放学给他带一盒 这样的话我也省了每天给他 他放学的时候要花几块钱 买什么零食的 今天他也好大 但是还是穿两件衣服吧 准备出发了 手机 钥匙 爱心寿司 现在在等电梯我们住到17楼 电梯一下就来了 前两天没有跟你们说 9号的时候 上门催收的新业银行给我寄来了催收行 他献我这几天之内 就是还本金吧 他帮我减免 但是我跟他说 减免的话 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他说那就等着被起诉吧 作业的时间到了 宝妈的日常 接孩子 送孩子 还有扶导作业 开始了 你能不能背着字 你不能背着